來關心醫師和黎巴倫現在關係如來出緊張 在當地時間 九月三十八年 醫師的事實黨地面部隊 去進行有很多的軍事行動 他說他的目標不是要贊助黎巴倫的南部 是要把真主黨的記點掃清去 對於黎巴倫南部 我一直在黎巴倫南部就一直看到火 在空襲和爆冰一直放的暗火之下 醫師的部隊是透明進去到黎南邊境 根據醫軍的說法 這次地面軍事行動是為了要落實 連香港安理會在一空空中年 變成一出空以後的決議 這個決議的內容是 基本上真主黨在立塔尼河伊蘭 就是在我醫師的邊界區域 有很好的軍事骨點 另外在黎巴倫當兵的蘇利亞的 太多大馬事隔 也讓醫軍來空襲 蘇利亞說是包括一個珠寶在來 都總有三個人失望 蘇利亞和一樣是 失業牌的伊蘭 是真主黨後面最有來的支持者 醫師的中立納坦雅湖甚至請說 中當沒有伊蘭打不到的地方 醫師的要趕讓伊蘭的賬款 就在後面的主要國家 同樣是家庭醫師的主委 看的時候 拜登總統阿爾多安 如果是大門醫師的吃辣 還要求跳過安理會 直接讓聯合國台會 割議出兵來組織伊軍 對中當的局勢一直在聲音 對中當的局勢一直在聲音 雖然醫軍說 這次是有限度的軍事行動 不會占領雷蘭的領土 問過美鳳的官員提示說 1982年 那段論醫軍大黨族濟親 也說是有限度的行動 但是後面是占領雷蘭的領土 十八年這麼久 美鳳認為醫軍欠領會陷入 雷蘭的戰術很難脫心 公司新聞七家任兵役